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这喜好是多年的环境和从前所做出的选择养成的 一个人在生活上的喜好 极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他在恋爱中的择殴 那今天我们来聊聊摩羯座的人 最喜欢和讨厌的是哪一种类型的人呢 一板一眼的摩羯座害怕变化 他们不喜欢不断地学习 只希望学过的东西可以用一辈子 那么几十年才得一变的政治 法律就是最适合他们的学科了 反正看他们的样子也知道他们是绝对公正 不会偏思的了 传统的摩羯座大人最喜欢的异性类型 一定是害羞含蓄的小女生 除此之外还要聪明听话 如果你思想比较前卫 着装比较暴露 情动还有那么点大大咧咧 那么一定不能让摩羯座 把你定位成自己想伴随终身的人 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样的女生很堕落 不具备和他们风雨同舟的素质 身性保守的摩羯座 最害怕不安定的感觉 他们要的可不是一见钟情式的冲动 而是长长久久的生活保证 你不必拥有莱奥纳多的魅力 但却要给他最真切的保证 我会永远陪着你 摩羯座 这十二星座中最擅长自我折磨的存在 是矛盾增合体 是痛苦的本源 他们总是在善恶之间徘徊 在很多小事上也纠结不清 可以说 外表迷人的摩羯座 承受了太多的重量 所以才变得忧郁 他们暗恋的人 多半是比较大方利落的人 这样的人是他们向往而不得的 摩羯座很聪明 这种聪明并不表现在学习上 也不表现在人际交往上 而是一种清晰透彻的人性分析 因为这样的聪明 使得摩羯座很懂得自我控制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都清清楚楚 相应的 摩羯座很讨厌不看场合的人 他们暗恋的人 一定是头脑清楚 情商较高的人 很多人都十分注重颜值的 但摩羯座绝对不会参与其中 因为摩羯座喜欢的人 一定是相貌比较普通 但是内心十分有趣的人 对摩羯座而言 外表不是全部 内心才是灵魂的真正代表 相应的 越是好看的人 反而让摩羯座不是 所以摩羯座会暗恋的人 多半是相貌普通的人 摩羯座暗恋一个人 绝对不会是因为这个人有多么优秀 而主要看这个人对他们好不好 摩羯座一直在很努力地维持着自己的情绪 但很少有人知道 外表优秀的摩羯座 是很矛盾而且很自卑的 他们很缺乏别人的肯定 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暗恋身边的 并且对他们有真感情的人 和摩羯最适合的浪漫方式 就是老夫老妻式的长相厮守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这就是摩羯妹妹向往的爱情方式 对这个特别务实的群体来说 生活慢慢归于平淡 能够沉淀下来才是最最幸福的 摩羯替他人嘲笑 尝试图改变自己因何对方 外表亲切热情 内心追求安逸的环境 对最亲爱的人脾气容易暴走 对外人和善 常被说人好 爱睡觉 自我 忽冷忽热 超懒散 刀子嘴都复心 珍惜友谊 什么事都放在心里自己承受 摩羯座的人喜欢对感情专一的人 不喜欢那种对待感情 只是玩玩而已的人 他们自己也是一个专一的人 所以对于那些轻浮的人 他们是很不喜欢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